大家好,我是克拉尔 我这里是多伦多 现在室外最低温度已经低于10度了 我假设你的蝴蝶兰呢 已经全部进屋了 那么也就是说 今年的这个鹿养呢 也就结束了 大概从5月中旬到10月初吧 大概四个半月的时间 蝴蝶兰们长得怎么样了呢 我想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这些鹿养的蝴蝶兰 把它们拿回家之前 已经用酒精给它们泡过盆 然后叶子也喷了杀虫的药 现在呢 把它们拿回家 又整理了一下 看看这些叶子和根花的这个情况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分享完了以后呢 我就要把它放在家里面 挂在我的室内的生长灯底下长了 我今天想给大家看一看我的这些花呢 就是想再一次用事实来证明一下 蝴蝶兰 鹿养对它们的生长有多好 因为室外鹿养呢 有阳光 有雨露 有周夜温差 有这个干湿循环 还有周夜交替 有那个室内无法比拟的那个环境 所以它们应该长得很好 你现在再看看我这些花呢 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非常满意的 这些是大部分啊 我的鹿养的这些蝴蝶兰 还有一些已经不具备这个粗花条件的 或者说非常喜欢暖和又高湿的那些 原生种蝴蝶兰呢 你的前一批已经拿回家了 所以这是最后一批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些花的状态 我的这些花呢 目前大概有三分之一 已经都出了花芽了 新极的那些蝴蝶兰呢 有的花感已经很长了 还有一些呢 它已经就是根啊 叶子啊 你看我的这些花的这些状态 都长得非常好 我非常非常的满意 你看看这些叶子又厚又大又挺 这些叶子长得好的原因 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根长得好 这些根呢 因为我在户外露养啊 所以它长得很好 但是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倒是那个倒不影响什么的 就是说盆内会长一些青苔 那个东西倒不影响这个蝴蝶兰的生长 这就是它和那个室内 养护的时候有一个区别 室内的话 基本上你是看不到那些青苔的 当然就是有些人 它有这个温室啊 温室如果室度大的话 它是能够有那个青苔的 不过那个一点都不影响蝴蝶兰的生长 我们养蝴蝶兰养好根 养好叶子 那么目的就是要看着它长花芽 我觉得长花芽是我最激动的时候 比看花还激动 给你看 再给大家看几个花芽 然后再看这个 然后这边这个 然后再看这一颗 这颗呢 也算是长得比较 比较快的了 好 还有一些 看那这些都有 这颗 这些 这里也有 因为我这里还要继续挂的 所以这个挂绳还在 这 看这个 这不是 不要看这个 我还要看 给大家再看一下 我这两盆 玻璃盆的 也长出来了花芽 这个玻璃盆呢 因为它在外面 它长的青苔比较多 所以我昨天晚上 把它掏出来以后 洗了一下 看 根长得也很不错 然后呢 长得花芽 到这里 看 非常小 这是一个 这个还是一个图儿坎 是一个国内的网红款 还有这颗 看 也是 看这个根长得也是很不错 长得最快的呢 是这两盆 看 这个 这个花根已经 一尺多长了吧 最快的当然就是这颗了 看看它已经 已经在 分化花苞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应该八九个吧 所以 整体来看 我 我大概 看了一下 差不多 至少三分之一吧 保守点说 都长花芽了 所以 未来几个月 还是非常期待的 未来 三四个月 一定就能看到花了 它正好就是赶上 早一点 圣诞节 晚一点的话 赶上过年 所以我还是非常满意的 这期就结束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